当年法子营被抓之后 揽下了所有的罪行 在得知劳荣之逃跑之后 他才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 逃亡20年 劳荣之终于归案 在庭审时 当他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时 他表示不服 还报出他一段录音 我们听听他的录音啊 他去坐到出租车兜了一圈 就是实际上是 我希望这个男人为我花点钱 我带他去买衣服 他不愿意买 他就说送一台空巢给我 也可以吧 因为南昌是四大火炉之一 夏天真的是非常的酷热 然后他对着我的许诺 我才把他带到我的出租房里 原来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而并非说我跟法子音 就是确定了他为抢劫对象 一开始没有 我不知道法子音没有离开南昌 因为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从这段录音来看 劳龙之一直在极力为自己辩解 毕竟他知道法子音已经那个啥了 死无对证 在史之中都把自己放在被人胁迫的位置 表示一切都是法子音 指使自己干的 自己是受胁迫的是冤枉的 劳龙之与法子音在被抓之后 表现的态度截然不同 一个人是在极力袒护对方 另外一个人是在极力为自己辩解 包括一直以来 很多人提及这件事了 都是把法子音放在主导的位置 而劳龙之多是以辅助的面目出现 有没有一种可能 劳龙之一直都是站着主导位置 扮演着军师的角色 在出谋划策 而法子音一直都是那个执行命令的人 因为法子音他非常信任劳龙之 而劳龙之当时是一个学历非常高的人 所以法子音也认为只要是劳龙之说的计划 那都不会出错 他们一起涉嫌的多起案件 当劳龙之没在场时 法子音的反侦查能力的弱点就显现出来了 当年是因为他放了阴谋的妻子 刘某出去筹钱 这才让自己被抓了 他们被起诉的几起案件当中 唯一一次留有活口的案件 就是长洲绑架案 也是唯一一起劳龙之没在场的案件 当时因为劳龙之他拿着赎金提前走了 而法子音因为受害人的妻子跪下来 苦苦哀求他才放了他们一条生路 而这一次案件劳龙之是没有在场的 当时有可能是法子音起了恻隐之心 因为法子音他曾经说过 自己是不忍心欺负弱小的 这也是所有案件当中唯一一对幸免的夫妻 而在后面其他案件中没有一个人能幸免 包括那些受害人在之前肯定也苦苦哀求过他们 但是他们都没能放过他 可以说法子音在遇到劳龙之之前 可以称之为江阳大道 在遇上劳龙之之后 就变成了穷凶极恶之徒 在遇到劳龙之之前 法子音是有妻子和孩子的 他那时候也犯过抢劫罪 但都是一些简单粗暴的罪行 要不就是直接抢劫 要不就是入室抢劫 对于需要做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经过缜密的计划 用法子音的话来说 他就是为了搞钱 钱拿到手了也犯不着去犯更大的罪行 但和劳龙之在一起之后 法子音所有的犯罪就变得有策划 有针对性 犯罪性质也更加恶劣 写欠条捆绑处理现场 这一系列的操作 根本就不像法子音一贯的作风 而从两边的家庭来看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反应 法子音这边的家人 不愿过多提及法子音 认为法子音是家族的耻辱 但是反观劳龙之这边呢 却完全不一样 还深深要给劳龙之找辩护律师 想要为劳龙之作辩护 也希望对劳龙之法外开恩 丝毫没有顾及那些已经遇害的受害人 从他二哥的采访当中 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是非观 与常人不太一样 劳龙之改头幻灭20年 在外一路逃亡 看样子过得还不错 岁月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过多的痕迹 经过那么多 对他心里一点阴影也没有造成 可见他的反侦察能力和心理素质之高 当时的法子音可以说是一见满夫 而劳龙之呢 有长相 有学历 还有不错的工作 相当于是现在研究生级别的美女 每一条都是法子音 这辈子都无法到达的 而当时能够被有学历长相漂亮的劳龙之崇拜 激起了法子音内心的自豪感 所以他愿意为劳龙之做任何事情 劳龙之的叛逆 无法无天 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法子音全部都替他做了 一个心中有恶 一个身上有胆 彼此拉扯着坠入深渊 不能说法子音无罪 法子音和劳龙之都有罪 但谁是主谋 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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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思极恐